记者陈云桃园报道 桃园大众捷运公司今天到桃园市政府报告营运情形 桃园市长郑文彩会前表示 机场捷运今年第一季进账1.98亿元 目前平日运量有5.8万人次 假日6.3万人次 营运表现越来越好 郑文彩指出 机场捷运从去年3月1日营运至今 已服务超过2600万人次 平日运量约5.8万 假日6.3万人次 去年5月天的跨年演唱会期间 也曾创下单日最高10.1万人次 去年盈余约8700万元 他说 市府今年原本预估亏损1.3亿元 但第一季 1到4月 已进账1.98亿元 营运情形乐观 不过后续若被料库存用情 还有采购 维修等开销 预算编列还是得保守 6月底前会再做财务检查 沿你推广多元服务 自然间财务检查 3月1日 3月1日 4月1日